小美琴 民進黨副總統候選小美琴 駐選列車來到板橋 替羅智政正台助攻 夜旦結前夕 小朋友跟邀請小美琴 一起跳舞 只見小美琴也跟著手舞 足道還自曝小朋友的悄悄話 小美琴過去擔任駐美代表時 自詩戰貓穿梭台美兩國交流 更趁機向國人報告成績 拜登總統就任以來 所簽的第一個貿易協定 是跟什麼人簽的 你們知道嗎 跟台灣簽的啦 你看我們叫人 摸摸摸跟自己都沒信心意了 所以雙箱的投資 未來一定會繼續成長 小美琴喊到一度勺聲 不只全力助攻小雞 跟自見是蔡英文路線 最好的接班人 我們這條巡 要有經驗的人 有連累的人對不對 我們投賴清得送小美琴好不好 好 而在上一站小美琴 前往有綠營鐵票倉支撐的三重 替李昆成助政 多位里長和明代也現身相挺 小美琴也結合了總統立委 和政黨號次 向鄉親推薦通關密碼 這個二三六的通關密碼 應該也可以成為 那三點波的繞口令了 是我們三重繼續往前 最重要的通關密碼 所有小美琴和李昆成 披上耶誕披肩 和貓爪手套 沿路掃接敗票 而沿途民眾熱情打氣 手機更是拍個不停 戰貓化身超級母雞 超高人氣無法擋 三十元交易潛後採用 A身擾組新北測報道